如无意外第三方iPhone快充现应该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了不久前有消息透露 苹果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出货生产iPhone快充现USB Stone Lightning所必须的芯片 这意味着周边厂商在明年初就能生产这类产品也意味着第三方iPhone快充现的到来 而与充电投网消息显示临近这颗芯片到来的时间越来越近 关于它的消息也越来越多近日 Charge Lab从供应链拿到了这颗芯片连接器的实物图 从图片中清晰可见其正面 被面特写其中正面的芯片仅一颗主控 内置了PMU、MOS等物料集程度相当高 背面则要简洁很多仅有少许组容 自从iOS12之后 第三方配件厂商破解苹果快充现的可能变得越来越低 市面上流通更多的是采用原装芯片后组的产品 这些货源非正规渠道 流出货源不稳定 目前虽然也有第三方生产这种线 但他们采用的都是破解芯片有些产品充电速度 不如原装线 或是在iOS升级之后就失效了 因而不能用于快充可以预见的事 当苹果的快充线芯片发货后 会有越来越多的第三方厂商跟迹 功夫安排的地方